嗨 大家好 嗨 嗨 其實我覺得 剛剛跟幾位前輩分享 反而覺得 自己的分享還蠻 蠻屁孩的 因為只是想要去玩 然後就去了 然後因為 我這次想要去日本主要是 希望可以來一場真正的流浪 對 然後不知道大家覺得 心目中想像的流浪 就是有沒有想要分享一下 有人說 散風露出 其實我這次在日本都有體驗到 然後 在日本之前 我自己有先幫你寫下一個流浪的定義 然後我把它寫在明天的後面 剛剛拿到我們影片的 正妹們可以 欸 欸 那沒拿到 神氣 神氣 因為我講話不講 所以我很天然 好 好 好 這就是 要不要 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 剛剛沒有太多時間 發給你們 要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會後再來處理 流浪是從平凡的一天 尋找無限可能的美麗相同嗎 哦 呃 這就是我去日本之前 對自己 這趟流浪想像的樣子 呃 我想要說這一趟流程是流浪 因為就是 我在 我13號去日本 可是 我機票在前三天才買 然後 前一個禮拜還決定我要去日本 而且 我知道買機票 我連第一天住哪邊都不知道 我沒有買回來的機票 不打算回來 好 呃 好 就第一段就是 我先 飛往沖繩 這邊是 那怕機場的經緯度 也是我旅程的開始 就因為我只有買 驅程的機票 而且就 可能日本人比較謹慎 然後 海關就不讓我過 呵呵呵呵 他就說你來日本只有什麼企圖啊 就因為我沒有寫規畫 我沒有寫說 呃 要去找哪位朋友啊 會說買什麼機票 呵呵呵 所以我 所以他問我真的就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在機場 又被扣留了六個小時 呵呵呵呵 然後 我就 剛好 我之前修課的某一個 朋友的姊姊就是 他 嫁到日本 所以就是在 各種轉轉下 我逼不得已 就只好開了國際漫遊 然後請他姊姊 解救我 我說 我要去找他 呵呵呵呵 呃 好 然後呢 就會這樣 我出來 周九今晚上 然後我也沒地方住 所以我就開始 往北邊復興 因為 呃 就剛看那個墨西爾地 一路大群應該 看起來很小 不過實際上很大 所以真去流浪的話 我真的體驗到這裡 不過其實我可能沖繩 從最南邊走到最北邊 也許只要 幾個小時 結果我走了六小時 才走了十分之一 呵呵呵 所以那時候就已經 發夜超晚了 所以我只好就開始 一挨家 或喬頭一起 說可以借助你們家嗎 呃 之類的 所以在沖繩的四天 我只有一天就實在 比不得已 睡不遠 就 所以是 HOSTAL那一種 對 然後剛好 又有人退房 所以我就只花八百塊 然後加上 我沖繩幾乎都是 大便車 所以就 整趟四天 我只花兩千塊 呃 嗯 然後不要問我 吃什麼 就是基本上 都沒吃完 就是就結住 然後以後怎麼可以吃的 然後我就吃了 嗯 好 然後 下一段 嗯 好 嗯 可是基本上 我們原本想要早一點到九州 可是因為沖繩到 沖繩島的船 好像三天 四天才有100 而且還有非常的貴 像剛剛那段 船費就 一萬 快一萬二了啦 可能 我不知道 會忘記了 嗯 然後在船上呢 就是我 亂入了這一群 他是一個 老師 要帶三位學生 去熊本 參加參加比賽 然後也是因為 可能因為真的很貴 所以整個船上也只有我們幾個 然後所以就開始跟他攀談 然後他們就 就覺得 呃 很酷吧 之類的 所以他們就問我說 我們要一起去參加比賽 然後所以 呃 對 然後我就打演 然後所以 就跟著他們 搭著新幹線到熊本 就是 而且新幹線超過 好像就走到熊本 只要搭 一個小時 四十幾分鐘 然後交到六千多塊 對 所以就是真的賺到了 而且他們 新幹線超級高級 上面都還可以充電 因為就是 因為就是 因為小時候賣油 既然都開了 那就要把它用到極致好了 所以 所以 就會一直不斷的每一天 所以真的是 日本電是很高級 嗯 然後另外 還有一台 還有 啊 剩五分鐘嗎 去 然後因為 我有到一段 就是在 我說過在 有夢到 那時候 因為我不知道 日本的車站 好像十二點它就會關了 所以我就只好 又被迫路書接頭 然後也是有這樣 愛家愛布爾橋 然後我就 故意 刻意往 天原地區走 因為想說 可能比較容易成功 之類的 然後我就 問他說 如果可以接住 你們家 然後之後他可能看我一跑,台灣人就問我說為什麼那麼多錢給日本 對,然後因為這裡有點感受,他在想說我對有些超過,他在問我好了,因為時間來不及 好,然後下一段 好吧,我覺得這一段比較深刻是我在岡山掉的錢 因為那時候身上還有三萬多塊日幣,就剛扣了一百萬 對,因為我是沒有美金也沒有信用卡,所以就是這樣我就等於回不去了 然後我就不知道怎麼辦,因為那天剛好那時候日本又有寒流 然後所以就在過博多之後幾乎都開始領暇,然後我就非常的冷,然後 對,然後又還是露宿街頭,之後我就決定苦求永遠去加膠囊旅館 然後我就說我已經沒有錢了,因為讓我住嘛,因為我已經前移調工 然後我就可能就用很可言聲音跟他們的飯店業務講 然後他們就因為讓我投訴,然後隔天還陪我找錢 然後其實我很訓練結果隔天也都找到,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因為要去日本引他軍,然後他又可能就真的很訓練 他們就覺得很… 他們說因為我是台灣人,就怕我會是詐騙集團之類的 對,然後因為我就沒有日本的居住地,所以我也沒辦法把那個錢拿回來 然後所以我就去岡山的車站隨便攔了一個人說就是… 我需要一個日本人陪我去銀行引錢 對,然後剛好又遇到一個不太忙的業務吧,不知道為什麼 就真的運氣都很好 然後我就幫我把錢拿回來,然後他說要趕我去四國出財 所以我就跟著他一起搭便車從…經過高松,然後之後再到了神戶 嗯…但是這一段…就是…也是都一直搭便車幫到旁邊…住那個…借助給人家 所以也是基本上有種花椒風飛的… 嗯…然後…另外我覺得這一… 嗯…我在京都遇到了一個旅行狂 嗯…他就是一個…日本的導遊帶著一群路客 然後可能問他說我要怎麼到…到東京 因為那時候東京是…我唯一有…就是那個…同學的…被交到日本的姊姊的住的地方 對…呃…所以我就問他說要怎麼去 然後他問我說為什麼你要去東京呢 然後我就把我的…陳氏浪的名片給他 然後他覺得我很酷,然後就問我說你要不要騎來當導遊呢 嗯…對…然後我就說好啊,然後尤其上來 然後他又開始就…就…那個… 因為他們北京的領隊講說我是日本的實習導遊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一起坐上去了 然後他又開始給我… 會有點奇怪嗎? 我也不知道,因為我知道… 我那天也是穿這些衣服 然後…就問我說… 對啊… 可能就是… 北…北京的比較單純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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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好騙解嗎? 對啊…然後那個導遊就給我… 各…各種子一樣料 就要我把他… 就…這幾天把他…把他背起來 然後我就開始就很多…像平常我有些奇怪的問題 然後…欸…就…就說…欸…你今天飯店主幾星期的啊… 然後說那個…或是說…某某帝王線怎麼算… 然後… 然後… 我會… 我會想一點點日文也是就是前幾天在學來 然後想說反正他們也聽不懂 然後我就… 後來開始… 對…我就後來開始…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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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然後另外我覺得就是… 在日本當導遊真的很爽 因為就是… 不是很多… 飯店或是休息站 只要拿上導遊證就可以吃了 時間到了嗎? 好吧… 所以就是… 因為他們… 就是要開到金剛那時候要… 要折迴關係 所以我就只能跟到金剛 所以這一段也是… 吃豬不忘錢的 呃… 好… 另外我覺得這都好像沒什麼好講 因為東京應該很多人都去過 就是… 過一般東京的生活 呃… 然後就是有一天比較特別就是… 呃… 因為我想要省錢 所以我就… 決定跨出我的舒適圈 到新宿的紅燈區過夜 因為這種那邊… 是24小時的 呃… 然後就在路上就有看到… 各種留言 哇… 對… 然後… 而且就是跟他講說 我不是日本人 他還跟我講英文 而且那種… 很老話… 裝話很濃… 就是… 日本人真的非常的敬業 所以我跟他們去… 然後我就到… 就… 呃… 新宿就是那種… 20小時的電玩點 我到那邊… 睡覺 呃… 所以是… 正行一下位之後 租一圈 然後… 這邊的交通費 然後… 然後… 剛好我去的時候就是… 東京迪士尼 30周年有半價 所以我有順便去 所以… 這段… 花的比較多 就… 然後… 最後一段就是到北海道 呃… 有時候某一天… 還是某一天… 就是我去上野 就搭那個… 夜霸到北海道 那時候… 因為我沒去到北海道 而且… 之後… 北海道是… 完全沒有接觸過的地方 所以… 那時候就… 非常的緊張 呃… 然後… 第一天就是… 到北海… 到最南端就是韓國 然後… 然後… 呃… 我就到了韓國山… 山上面 然後… 就遇到那些人… 他們是從… 澎冰來渡明月 然後… 他們就… 看到我… 可能就之前碰到天看我… 欸! 你是台灣人嗎?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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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超酷了 然後… 我就說我是來流浪的 然後… 然後… 就… 就抱著飯 然後… 那裡要來跟我們一起住 然後… 然後… 對… 然後… 我就跟著他們一起… 去住家… 就看館餐附近 五星期的飯店 然後… 哈哈哈哈 是… 啥? 對… 然後… 就在那期間 就是… 我有遇到一個上海陸客 然後… 呃… 他還是問我說是… 是來流浪 然後… 他說為什麼可以待那麼多 因為好像… 在日本待死 然後… 然後… 他又開始跟我吵架 我說什麼… 為什麼台灣可以再三個月啊? 就是說… 就… 反正就講一些很奇怪的 就是… 把歷史走痕都挖出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說… 就說… 怎麼日本都愛我們上海… 我們南京也被殺人啊 然後… 然後… 還對我們那麼壞 就是我們喬起中國人 然後… 我們台灣人是日本的走狗 之類的 然後… 才捐那麼多錢 嗯… 不過… 這個… 版不重要 嗯… 然後… 就… 呃… 北海道的話 就是因為都在下個的時候 我都還… 就沒有特別去什麼地方 就是往上來走 然後… 最後一天就是在… 那個… 千睡機場打避庫 這也是我們中頂 呃… 可是… 因為機場也是11點就關門 所以… 我們就只好在機場外面 這樣… 然後… 那時候… 就有… 遇到個… 澳洲男子 就問我… 說要跟他一起坐 喔喔 喔喔… 喔喔喔喔… 然後我… 然後… 就在那邊說 呃… 好像10點11點 然後… 就說… 然後… 就… 沒有… 沒有… 因為可能… 就是… 因為可能就是… 然後就是也沒想那麼多 那時候很多朋友跟我講說 你屁股要洗乾淨 然後就因為在山海還蠻緊張的 所以我就雖然就住 是這間吧 然後我也都沒有睡覺 然後我也不敢睡覺 穿牛仔褲睡齁 然後反正就很恐怖 不過其實就到隔天什麼睡沒吧 然後以為就這樣說 就在機場合作 在機場合作 沒有 我討厭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對啊 然後也因為那個 祝他們凡年所以我隔天也可以在機場大事合集 基本上就是這樣 然後因為北海盜我就實在沒有勇氣 結果我們真的人家愛家愛戶的 如果真的沒有地方睡我就會人死 所以就花比較多 因為那時候大概都複零下 零下十度左右 然後就是手都會動到裂開的種類 對啊 因為我的手套在東京都被吹走了 哈哈哈哈 然後我 對 圍巾 圍巾 好 我就掉一掉在電視車上 我也忘了 好 沒事 然後總之就這樣 好 然後最後我就回到台灣 原來就在其實 我去日本我爸媽都還不知道 好 對 就是我到了沖繩台 大家給我媽 在爛我媽媽 欸媽 我在沖繩 哈哈哈哈 然後世界瘋掉 就是一個人生的流浪 他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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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下懷疑 呃 我媽前輩他還蠻 蠻彈力 他說 呃 他說我們過年嗎 然後這樣子一下之類 然後 然後 反正我都開罵牛了 所以沒差 對啊 然後只有想說 就為什麼 什麼事到 等到準備好 呃 因為我覺得 就如果很多事情 到等到準備好 才做的話 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會準備好 也許都錯過了 你可以做那件事情的氣和 就想說 在這趟的流浪之中 就是覺得說 就是不要對未來太多想像 才是真正的活在檔下 因為就像 我做的話之前 就很多人都說 你在日本很 就 很小心呀 或很謹慎 就不可能 可以搭到 可是事實上 而是我 還是搭到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想說 欸 我錯字了 你知道嗎 就是 因為想想 每個人都很多 想要完成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 大家不要 等到你 你覺得你做得到 或是準備好才會 而是你想做 你就現在有去做 然後把你想的夢想 變成的日記 我想就是我的 遊浪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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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